對 Hello,大家好,我是開開 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種女孩天生就是遜男高手 儘管你多麼放蕩 不ете愛自由 遇上她也只能死心踏地 羞心養性 這種女孩到底是何方神聖 看完紅酒繪姬 你就知道 恨力是一個才華横溢的編劇 然而她有才華 卻偏偏選擇靠臉、吃飯 硬是將滿腹才華共獻給的肥皂具 年過40 依然過著又騷又浪 没声没叫的单身生活 床扮每天都不带重样 这一天 亨利刚从前女友的窝底出来 还没来的寄进扎门 就被一个寄蒙罗尼一把抓住了 还塞了亨利一封信 说要和亨利一起住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了吧 对的没错 亨利时当跌了 人到中年 突然有了一个八岁的闺女 瞬间走上人生巅峰啊 但对于一个疯一样的浪子而言 小孩就是一个大写的拖油瓶 除了麻烦还是麻烦 亨利一点都不想负责 甚至想原路打包将罗尼送回去 毕竟养育小孩需要的爱和责任 亨利一样都没有 他只有当渣男的经验 但是养父一时间 还没接受自己被虐了八年的事实 而罗尼妈又惹了官司 争议团乱 没办法 亨利也只能靠自己了 没有经验的亨利 尽力满足罗尼的要求 他自动放弃了儿童不移的事情 把床交给了罗尼 罗尼说抽烟致癌 亨利就把烟头扔掉 罗尼说要睡衣 亨利就亲自动手给他设计 亨利甚至都放弃了睡到自然醒 牛点起床 想给罗尼做个早餐 可惜家里什么都没有 还被罗尼吐槽 在他家老鼠都会饿死 为了挽回颜面 亨利当晚就使出了自己的那首绝技 红酒会机 面对亨利的心心满满 罗尼可是一点不买账 直接给一口喷了出来 说亨利你是傻子吗 酒精对小孩来说是毒药啊 还闹脾气 把亨利的手机扔进了水里 亨利也没生气 怕罗尼饿着还叫他点披萨吃 然而亨利到了工作的地方 屁股都还没坐热 罗尼就开始夺米连环空 要么怀疑 门外送披萨的小哥是坏人伪装的 要么就说要煎鸡蛋 还说煎鸡蛋放在披萨上超好吃 要给亨利牛一块 结果亨利披萨是没吃到 厨房倒是被罗尼烧了个彻底 被吓得半死的亨利急冲冲的赶到家 却看到罗尼一点淡定的坐在客厅 在消防员质问亨利和罗尼的关系的时候 罗尼还挺身而出说 亨利是他的爸爸 看到罗尼维护的小眼神 亨利内心突然被触动了一下 他开始意识到 一个走心的好爸爸 只是包容小孩的小情绪是不够的 亨利开始真的慢慢改掉坏习惯 学着做饭 陪罗尼一起做难缠的数学 在罗尼被欺负的时候 还主动当起了护花使者 罗尼也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心愿爸爸 就在两人相处盛欢的时候 要父突然想通了 接回了罗尼 本来想和亨利就情复燃的前女友 看到他有个女儿果断跑了 还装置了和他的合约 一夜间 亨利又变回了一无所有的单身汉 只是现在的他知道什么是爱和责任 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混乱的生活 第一次对未来有了规划 承下心来的亨利 将这段成长经历写成了剧本 真挚的文字成功地感动了前女友 为了让罗尼得到更多的爱 亨利和养父这两个父亲 最终决定一起陪伴罗尼成长 女人只能教会男人什么是爱 但是女儿却能让男人学会承担责任 生活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总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来点意外 虽然内心可能很崩溃 但是意外总能让人成长 如果你也想有一个可爱的小屁孩的话 就请关注评论转发或者点赞哦 拜拜